大家好,现在已经入夏了,那么温度也是越来越高 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多话有咨询 我们养食核兰的时候温度特别高 我们到底还能不能给它施肥呢 如果温度达到30度以上 那么我就不建议大家再给你的这个食核兰施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温度非常的高 水分的蒸发会特别的快 而水分的蒸发速度 它远远大于你根系吸收水分的速度 那么我们再给你的食核兰施肥之后 我们会发现这个水分的蒸发特别快 那么残留在机制里面这个肥料的浓度就会增加 那么这个时候机制里面的肥料浓度增加了 就会影响你的食核兰生长 而且它又会增加了你下一个施肥周期 这个机制里面的浓度 那你下一次施肥的时候 这个盆土里面机制里面的浓度就会更加的高 那么就很容易产生肥害 而且会导致你的这个食核兰施根系骚伤骚难 会影响它的生长 所以在夏季高温天气如果温度高于30度的时候 是不建议大家施肥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温度降下来 或者是把你的食核兰施放在这种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养护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给它适量的施肥的 那么这个手施肥的话 就建议大家用上这个兰科专用的有机营养液 这种是人工调配的 不容易烧根而且我们只要按照足够的倍数给它稀释 那么在浇灌你的食核兰的话就不容易产生肥害 那么正常的话我们是要稀释500倍灌根 稀释1000倍喷叶 但是如果在这种温度比较高的天气 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再稀释 之前稀释500倍 那么我们这一次就稀释1000倍 这样子的话就更不容易产生肥害 又可以为你的食核兰的补充营养来促进它的生长 而且不管是喷叶还是灌根呢 都可以有效促进食核兰的生长 施肥的时候呢 一定要在半晚的时候施肥 不能够在中午啊 温度非常高的施肥 要不然的话也容易产生肥害 所以呢 夏季高温温度高于30度以上呢 就不建议大家施肥 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个温度降下来的话呢 那么是可以适量的施肥的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